MV 裏面每個成員都化身成西裝油滑,今集順便教大家平時穿西裝的醒目樣可以怎樣做 先塗上這款為乾性皮膚專用的保濕箱 這支保濕箱一支有爽膚水、精華素及面霜,薄薄塗全面就可以很快補充肌膚水份 為了令膚色均勻一點,我會先用這款CC Cream塗在全面凸出來光影的位置 這樣可以令皮膚有最貼薄膚色調節的效果 加上因為我是乾性皮膚,所以稍後我用的粉餅想貼薄一點的話,塗上CC Cream在底就可以令它更貼薄 一般粉餅的概念對我來說我都覺得很厚,所以我從來都不多用 但伸出這隻白瓷光感的粉餅令我對粉餅有些改觀 因為只要你用得適合的方法和份量都可以做出透薄的妝容 這個粉餅粉撲會有兩面,一面是海綿狀,用來塗粉上面 而我自己喜歡就噴兩下爽膚水才拿粉,再上面 全面薄薄的塗,你可以很快看到有塗跟沒有塗的分別 一邊你很明顯會看到牙色一點,毛孔變得細緻 另一邊也會比較油粒粒一點 好,讓我塗另一邊 然後我會用粉撲的另一邊,它專門做打磨,我會在面上四個地方做打磨 押頭位置我可以ZZZ這樣打,鼻可以向下掃 而兩邊拳骨我可以向外打圈 打磨的位置你很快看到有光澤,這樣輪廓就會更加突出 當然,面上也會有很多紅印暗瘡印要遮蓋 所以我都會用這支遮瑕筆重點做遮瑕 只要點在一些紅印和暗瘡印的位置就可以了 男仔當然感覺不可以太粉樣,所以我都喜歡用定妝噴霧可以全面噴上 噴完之後等它三秒乾就可以了 可以令到用粉餅的底妝顯得更加自然 穿上西裝當然感覺就要清晰一點,所以調眉就很重要 今次就會用上灰色的眉粉 在眉頂和眉底的位置分別畫一條直線 這樣可以量度到我想要的眉的粗度 好,然後就可以填上眉尾和眉頭的位置 如果那次你頭髮是灰色或是黑色或是深色的 調眉是可以深一點的 放心吧,不過眉粉深極都不會變紫菜 平日上班畫的眼線建議都是用啡色眼線筆自然一點的 畫上內眼線和隱形眼線才是最正確、最自然的畫法 如果假設不記得的話,或者不懂做可以重溫一下我眼線的教學 如果想對眼睛注目一點的話,可以加上黑色的眼影去畫上外眼線的 另外,也可以試用眼影數 在下眼睫毛後半角的位置,加上少少黑色的眼影 因為黑色的眼影可以令到雙眼更大,但會比眼線筆自然很多 完成妝容後就到髮型了,我會先把頭髮吹鬆開 方向最好吹向後 建議特別拉高頭髮 把封嘴吹向髮根的位置 吹3秒後,拿走封筒 再等3秒後才放手 頭髮會自然鬆很多 吹完後,我會用髮泥做造型 不過為了令髮泥更容易做,我會先噴上少少水在髮泥上 用手搓勻後再上頭髮 你會即時看到濕濕的效果,造型就會更容易做 Swing的西裝髮型也是分界的 分界可以顯得個人斯文和精神 我自己有黃金左邊 大家都知道,因為我左邊面比較漂亮 所以分界我會分左邊 大家自己做的話,可以看哪邊面比較漂亮 分開那邊,這樣視覺效果會更多層次 對男生的髮型來說 分好後,我會先用風筒 向後吹回我右邊,後邊轉的頂部的頭髮 向後吹 吹完之後,我會再前一部分分一點頭髮 又是向後吹的 最後我會吹前音 這樣一層層吹的話,可以令髮型不會一劈 而是更加會有層次的 之後我會想前音向後 所以我會用手指和手掌托著頭髮 然後用小風吹3秒 托著位置,令髮型變曲 拿開風筒之後等它動 這個步驟可以吹多一兩次 你就可以很快看到前音有向上曲的效果 特別留意的是,兩邊的頭髮最好吹貼一點 這樣整個頭型就會更長和更漂亮 為了配合Super Junior M的造型 所以眼妝上都會比較誇張搶眼 平時上班當然不用太行 不過今集的髮型技巧相信會幫到很多同學 這個星期不斷在Facebook解答同學上一集的疑難 如果假設你有化妝髮型上的問題 Facebook我吧